碳尿村普中段一條產業道路 經大雨沖刷兩旁的土壤就會覆蓋整條產業道路 農民吳先生表示 每當大雨一來,土壤遭沖刷流失 更覆蓋整條產業道路 影響了他們通行安全 盼縣府相關單位能夠協助地方改善此問題 因為我這塊地就是 一塊我們在經濟的時候是種檳檬 那時候檳檬的金很薄 所以土壤就不會去樓死 沒有影響到樓 從去年,村草掉了 現在的雨河都非常大 並且連樓也沒辦法走 所以現在拜託我們 跟我們議員認真 看法度我們處理這塊樓 讓農民 這塊附近很多農民 處境可以方便 因為這個土壤一直綁起來 所以我們認真管夫看法度 把我們在樓的這邊做一個檔土牆 每逢大雨來臨 不中斷產業道路都會遭土壤掩蓋 造成許多民眾的困擾 經陳情後 縣議員有洪達也到場會看 冰止出大雨的沖刷 導致土壤覆蓋整條產業道路的情況 不只讓土壤流失嚴重 也造成民眾通行的困難 也呼籲縣府相關單位能夠儘速改善 我們現在集中這個火水基進場 我們的農民來進場 可以將我們這個商業道路的旁邊 這個檔土牆 來幫它做建構 結構這裡有這些斜坑 斜坑的斜坑就是我們這個土壤 所以說這個土壤不叫放下來 現在已經斜坑已經翻掉了 所以說我們現在以防說 火水基來的時候 水如果掛下來 讓我們這個檔土牆 不會來地雷的這個商業道路 讓我們的農民造成不便 我們這個措斜非常重要 這是我們主要農民的這個農路 所以說我們今天特別來幫它 火蓋來幫它做到這個 這個防散的這個改善工程 因大雨沖刷導致土壤流失 更嚴重到覆蓋整個產業道路路面 令民眾難以通行的問題 困擾地方許久 在會看過後 有紅塔議員也呼籲 相關單位緊駐規劃工程 來進行改善 以保障民眾的生命財產安全 記者邱品俊民間採訪報導 有文化方面 有文化方面 甚至迷藏 審擾 U